在美国纤维肌痛症 它又被称 我们台湾叫公主病 但是在国外它叫隐形病 Invisible disease 统计起来 当然是中年妇女比较多 难怪它会被叫做公主病 而不是王子病 或是国王病 但是也是有少数有男性 像是一些大肠肌躁症 膀胱过动症 还有一些原发性痛经 这些等等 都会在这个纤维肌痛症的病人上面 一起出现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 请锁定UDN TV健康日记 请锁定UDN TV健康日记